這邊 那個牆邊也會有人停 家門口騎樓約三坪大空地 原本自家機車 通通習慣停在這 沒想到短短兩週內 被開了四張罰單 北市文山區這名屋主心有不平 但是在這個騎樓 他本來的使用就是停車位 我們有這個使用權 但是藉著一個 一紙行政命令 就讓我們沒有使用權 那我也覺得不太公平 屋主說的有憑有據 還特別亮出建物使用證照 就是民國七十二年 北市府核准的文件 強調有機車停放權 認為根本是遠景開錯單 當初遠景就是看到門口 這個禁止停車的告示牌才開單 但屋主陳情 他們本來就不會在人行道上停車 而憑著建物使用執照 在我現在所在的這塊 騎樓空地 其實是有停車用途 市府發執照又自行開罰 矛盾之處就在於 老舊建物多有騎樓停車廠設計 指示機車退出騎樓 新規定上路之後 門口禁止停車牌面沒撤除 警方也只能照著開罰 即便後來屋主向裁決所申訴 最後撤銷四張罰單都免罰 但這塊騎樓空地 現在到底能否合法停車 北市停管處 還得向中央乘報才有結果 如果說這裡是可以停車 我們的牌子就會改地點 或者是對再做其他的方法 另外一區信義區 有碰到一個屋主 也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公文就是消單的公文貼在 七樓的柱子 那員警看到了 就知道說這裡是使用執照 是停車廠 就沒有給他開單 市議員建議屋主 若有執照 曾消單公文就貼在外頭 也避免開罰 申訴再消單過程 頻頻擾民 靖新新聞 申請林宇晨 參報到 立刻下載靖新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